環保行動升級 北市環保局公布 明年元旦開始 北市54間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跟量飯店 內用都不得提供免洗餐具 如果有業者違規 將會依法開罰 1200元到6000元發還 免洗筷子 免洗湯匙 吃完就丟好方便 是不少外食族的好朋友 但為了落實垃圾減量 北市環保局出招 宣布從明年元旦開始 北市54家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跟量飯店 內用都不得提供免洗餐具 違者就會開罰 那從明年1月1號開始 那麼在百貨公司跟購物中心的美食街裡面 如果你是選擇內用的話 那麼它可能就比照今年的塑料吸管的方式 它不可以提供任何材質的免洗餐具 其實台北市早在105年開始 就禁止市政大樓使用一次性餐具 106年由百貨公司強先跟進 隨後也帶動風潮 截至目前就有上百間企業 大專院校市場跟夜市響應 但從109年元旦開始 北市共54間百貨 購物中心量飯店也要強制加入 要是業者被機查到沒有實施 就會被依法開罰1200元到6000元罰還 北市環保局更預估 如此一來一年就可以減少 使用2000萬件免洗餐具 新政策上路民眾怎麼看 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可以愛地球啊 衛生的希望 其實各自自己帶來就好了啊 因為本來就不喜歡拋棄式的東西 民眾樂觀其成 認為對環保有幫助 至於未來是否會擴大到全台實施 環保署也表示 得要各個地方政府自行評估 因地質疑 環保行動升級 只盼真能落實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介紹洪建宇陳建國台北採訪報導